此一志工陈宇宏 今年还是承担起 中秋节高品义卖的工作 凤梨苏是台湾的第一伴首领 那我就想说 既然是第一伴首领 那就从这个入手吧 往年泰国分会 都是制作蛋黄酥来义卖 陈宇宏为了学做凤梨苏 回到台湾拜师学艺 还扛着原料和器具到泰国 尤其为了做出台湾味 也符合泰国人的喜好 在馅料里下功夫 融合了台湾和泰国的凤梨酱 制作过程用心 来帮忙的志工们都感受得到 肯基拉来自北兰府 每天都得坐一个多小时的公车 来帮忙 从事旅游业的贺通财 就是被志工的付出而感动 年年都来响应义卖 泰国慈激人用家乡的糕点 载异乡 和众人结好缘 也一解四乡之仇 戴新闻 蔡秋林 黄娟 坤大 泰国报道 马来西亚 马六甲 四合一干